大家好,我是Dan 如果要在2024年巴黎奥运会的众多体育明星中 选出一位以可爱为定义的明星选手 那么毫无疑问 乒乓球国家代表选手Shinubin 将会成为韩国人心中的首选 在奥运会乒乓球比赛中 因吃播而引起极大关注的Shinubin 证明了他的话题性 目前被多个品牌选为代言人 并且还传出了有关与这些品牌合作的温馨故事 Shinubin在与男选手一起参加的 混合双打比赛中获得了铜牌 为韩国乒乓球带来了12年来的第一枚奥运奖牌 此外他还与前辈们共同参加了团体赛 赢得了16年来的首枚铜牌 而Shinubin在奥运赛场上 为了在比赛中间补充体力 吃着饭团香蕉和平扁头子 并挤着能量胶食用的画面 被转播镜特特写后 因为吃相实在太可爱 引起了网友们的热议 甚至他吃的每种零食 如能量胶、平扁头子等 都引发了收庆狂吵 在奥运期间 他以吃拨妖精、感谢妖精 应援妖精等可爱形象 赢得了全国人民的喜爱 在回国后 Shinubin的人气更加火热 从平哥雷的香蕉牛奶广告开始 各种零食饮料炸鸡等食品 药制便利店流通化妆品等公司 纷纷向他提出了合作邀运 8月20号 请Shinubin作为代言人的平哥雷表示 Shinubin在签约前 首先询问了平哥雷公司 是否可以将代言费捐款出去 因为通常支付了代言费用后 该进额的使用权是由代言人自行决定 因此平哥雷方面感到有些意外 而Shinubin方面担心的是 如果他立即将代言费捐出去 可能会削弱广告效果给公司带来不便 好善良 Shinubin将广告代言费中的1亿韩元 捐赠给韩国小学乒乓球联盟 用于后辈们的海外集训费 感动得重任 而捐款天使Shinubin的善行并非首次 16岁的Shinubin 在所属对田安南宫领取第一份薪水后 将价值600万韩元的运动鞋 捐赠给了水源市的一家儿童福利设施 此外东京奥运会结束后 为了亚洲大学的儿童癌症患者们 捐款了8000万韩元 去年5月 他还将世界锦标赛银牌的1000万韩元奖金 全数捐给了国际救援组织Wordbidgen 在获得杭州养运会金牌后 Shinubin还向水源的一家福利馆 捐赠了2000万韩元 当被记者们问道 这次是否也有捐款计划时 新女饼回答说 当然了 我必须这么做 我应该分享我所受到的爱 这就是我打乒乓球的动力所在 钱只要够吃饭 过日子就行了 这次要捐赠给哪里呢 怎么捐呢 这才是真的让人幸福的烦恼 你这个屁啊 我是老鸡 我们来看一下 韩国网友们的反应 真是天时啊 每次看到他吃香酒的照片 都觉得超级可爱 女宾年纪还这么小 但他的捐款记录已经相当惊人了 希望他未来能够越来越好 他的父母也真了不起啊 如果从小就开始这些善行 肯定也有父母的影响 他真的是在良好的教育下健康成长 让人感到无比欣慰 因为新牛饼 让我想去下单品格的香蕉牛奶了 为了支持新牛饼选手 我也来喝香蕉牛奶 我的是草莓牛奶 猪 difference 猪中封 猪中封 那 Hopefully 咸 的